大家是你编的啊 你我觉得啊 你要跟着我坚持续下去 你应该能拥有这个 编这个资料的能力啊 啊 好了我们上课显影到了 欢迎各位宝贝来到 水安的课堂 那今天是我们秋季课程的第三讲啊 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 那我在上课之前的话 花一分钟时间说一下 这节课应该怎么听 然后给大家发一个红包 好不好 听清楚我以下的这些要求啊 今天这些课 咱们不需要很多宝贝在那记笔记 截图 疯狂的截图 疯狂的记笔记 不需要啊 这不是第一位的 今天最主要第一位的任务 就是你要跟上我的思路 你一定要听清楚 我讲的这个思路 因为思路清楚了之后 你拿到不同类型的作文 不同话题的作文 不同主题的作文 你才能够写出来 因为作文它这一块的这个 范围比较广啊 你这一次可能考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下一次可能考到别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思路就很重要 你就听到这个思路 你才能够保证 课下你也能够写出来 当然啊 今天我们课上有很多 练比的一些机会 希望宝贝们能够在评论区 或者是能够在我发了主观题之后 把你们的答案写出来 好不好 我说清楚没有 来说清楚了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 好不好 说清楚了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来 好 非常好 看到很多宝贝呢 都在紧跟我的思路 那先给大家发一个红包 抓紧时间里红包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议论文写作的这个模块啊 今天的节课非常的重要啊 对于很多宝贝 下笔之后 不知道怎么去写自己的分论点 对于很多宝贝 写议论文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思路不够清晰 对吧 这节课咱们都能来解决 这一类的问题啊 好 那有一些宝贝呢 可能也在接下来 要迎来自己的期中考啦 甚至有些同学直接 从初中的这个继续文 过渡到议论文不太写 所以要支棱起来好不好 这节课 来 收回红包了啊 倒数一下 三二一 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议论文写作和分论点的 发散方法啊 首先 如果你在写作的过程中间 遇到以下这些问题 请你给我打一个真实 有没有拿到题了之后啊 不知道材料是什么意思的 写什么论点 然后觉得自己总是跑题怎么办 或者说没有素材 干讲大闹理 然后全文有的时候 我一个素材写好几段 甚至比较极端的全文 就一个素材 然后觉得自己语言没有文采 写了标题 不知道开头怎么写 不知道分论点怎么写 写完开头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每一段都举步维艰 终于 哎 憋到了结尾 结尾又不知道怎么写 然后最后体现在分数上 就感觉这个作为 为什么总了三十多分 对吧 或者说总了三十多分 然后就是感觉别的同学 最高分能得到五十多分 为什么我总是三十多分 你看真实真实 太真实了 对不对 好 来 那这个字写不好 自己都嫌弃自己 我觉得有些同学 肯定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作文这一块 它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一篇好的作文 它不仅仅说你审完题就算了 审题利益是第一步 所以它包括了审题利益 包括了素材运用 包括了行文结构 包括了语言表达 你看起来 你觉得你自己的 自己的作文是跑偏题 跑偏题 那怎么来解决 身体利益 所以我们在之前 丘陵行中间讲到的结构 刚才卡了吗 宝贝们 刚才有个别宝贝呢 提到说这个卡 好 我们继续啊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 好 来 紧跟我的思路啊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会讲到 没思路这一节课啊 没思路 应该怎么去解决 分论点的发散 和行文结构啊 今天的课程 和我们春里行的课程 解决呢 我怎么样来梳理我的思路 不规范 怎么样写才是最规范的 我一段话 我应该写几句 我一段话 我应该写几句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宝贝们 这样啊 这样宝贝们 就是咱们等一会儿 来看一下网络 你们先紧跟着我的思路 就是我在 这样宝贝 就是大家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来看一下 好吧 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来看一下啊 稍等我一下下啊 我这个今天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稍等我一下下 一分钟的时间啊 你们来 你们来 你们来梳理一下 或者你们来解决一下 字不好 你们来讨论一下 字不好 究竟应该怎么办啊 来 来 回来了啊 我把这个网线 重新拔了 插了一下啊 然后 紧跟我的节奏啊 我们一起来完成 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不好 梳理一下 我倒数一下 三 二 一 我们回来了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 OK 来 来 宝贝们 字不好的话啊 这个我帮不了你 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 其余的问题 我都能够帮到大家啊 对 所以其余的问题 我都能够帮到大家 字不好 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写的 写的慢一点 你把写作文的时间 留够六十分钟 对吧 六十分钟的时间来写作文 好吧 六十分钟的时间来写作文 然后你不要说说我作文 就像鬼话符一样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写完了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学前面一些提琴的解题方法 所以语言差和写不完 我会在后续的课程中间 给大家解决到啊 所以今天的话啊 我们即将啊 安排我们的课程 就来到了我们 分论点的发散方法 这一讲 那宝贝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 什么是行文结构 我们刚才不是谈论到了 行文结构这个话题吗 那究竟什么东西是行文结构呢 你觉得是行文 安的结构还是先写什么 再写什么 还是说斐然今天真好看呢 还是今天斐然的网恨卡呢 你觉得什么是行文结构 你看你们就会整活啊 整活 你们就是整活第一名 我真的我就不想说话了啊 行 不再多说了啊 有些宝贝呢会说啊 就是行文安的结构 对吧 就是这个 那就是等于没说啊 其实行文结构的话 说白了就是先写什么 再写什么啊 也就是你的思路 你这篇文章是按照什么思路来写的啊 先写了什么 再写了什么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来说一个 很多同学都很熟悉的一个名词 叫做 凤头诸堵和暴围 对不对 我们来看啊 这是一只这个上古神兽啊 我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啊 那这只上古神兽 看起来长了一个凤头 长了一个诸堵 长了一个暴围 那他究竟是什么呢 那他究竟是什么呢 对不对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啊 就有点似不像的感觉啊 那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我给他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叫议论 叫议论寿啊 上古神兽 议论寿 或者说他对应你们的议论文啊 对吧 你觉得看起来很丑 但他在你的议论文上 你写这样的 符合我们要求的作文的话 你就会分很高啊 你就会分很高 好的 那那凤头他对应的是什么呢 宝贝们 凤头他对应的就是提出问题啊 就是议论部分你要提出问题啊 然后本论部分你要去分析问题 结尾的时候你要去总结问题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总结问题 这也是我们非常基本的一个思路 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了 论述类文本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写作思路啊 所以呢 我们经常说啊 一篇高分作文的本质 就是开头的时候 你要居中明确自己的观点 开头段的话也要提出自己的观点 衔接段可写可不写 但是中间的三个段落 也就是三个分论点的段落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段落啊 最后的话 思辨段来一个深刻拓展或拔高 然后结尾来升华自己的观点 所以这是我们说啊 好作文 那大家会发现分论点的段落 放在第一句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分论点啊 你比如说你写三个分论点的段落 这第一句就是是不是你的分论点 那这三个分论点 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展示 来阐述你的中心论点 来阐述你开头提出来的中心论点啊 所以在整篇文章中间 篇幅占比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分论点段落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分论点段落 那宝贝妈 如何完整并且严谨的来证明自己的利益呢 你说我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我怎么样完整并且严谨的来证明它呢 宝贝妈 第一个的话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于分论 也就是我们说的诸堵的部分啊 诸堵的部分 那诸堵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第一句啊 分论点写得好才能够制 分论点如果写好的话啊 你的这个诸堵部分就写得非常的充实啊 OK不OK 这一块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宝贝 来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诶有同学问到提到说辩论段 你是不是问的思辩段 思辩段等到我们说思辩段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这个思辩段 你现在不要关注这个100字左右的思辩段 因为你的分论点1分论点2分论点3还没有解决 咱们先把最核心的问题给解决了 好不好 所以啊非常好 我不一定能够把你们培养成写作专写作这个专 作家啊 对吧 我们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作家 不可能 但是我一定能够把你培养成为高考作文的赢家 咱们拿一个高考作文的高分啊 所以今天的话啊 我们会讲到分论点发展的三个大招 我们怎么样去写出来分论点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你怎么样写出来一个分论点 第二步的话 才是我怎么把这些分论点进行一个排列和组合 对吧 也就是我们说的结构 必备结构的点拨啊 并列结构和递进结构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坑点 我在组合过程中间 究竟有没有一些坑等着我 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道练习题啊 摸底浅测 摸一下大家的底啊 这个材料的话 其实就提到了这个莫言啊 他在发表演讲中间提到了一个故事 他说中秋节的晚上 我们家难得包了一顿饺子 然后每个人只有一碗 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人来乞讨 乞讨老人就想要这个 要吃的 然后我就给了他红薯干 这个老人就愤愤不平说 我是一个老人 你们吃饺子 我却吃红薯干 对吧 你们这心是怎么长的呀 然后我很气气败坏啊 说我们一年到头 也是吃不到几顿饺子 所以呢 这个 他的母亲听完之后呢 就训斥了他 然后端起了什么呢 端起了那半碗饺子 倒进了老人的碗里啊 然后让你以什么呢 说尊重为话题来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议论文啊 宝贝嘛 说尊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尊重 对吧 因为他母亲的这个做法 很显然是相对合理合适的一个做法啊 所以这个材料部分 咱们先不用管的情况下 你就看这个尊重 那拿到这个尊重这样的一个观念词 三个分论点应该怎么写呢 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比如说你来写的话 你会写什么样的分论点 你会写什么样的分论点 有些同学会说这个突然有一点点没有话说 尊重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可以怎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对吧 很显然啊 心语宝贝是从这个意义角度说的 就是说尊重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可以从意义角度去写 但是呢 你好像后面这些话 你并没有把它填充上 好来 这个尊重长辈 尊重老师 好的 是不是有一点点没有思路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等一会儿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下这些分论点 以下这些分论点 有没有问题啊 陈皮同学啊 这个的话 这个题目是来打开我们思路的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到 比这个题要典型 并且要优质很多的一个题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陈皮同学为上述的这个作文写的分论点 满分五分 你打几分 第一个分论点他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努力回应他人的呼声 第二个分论点写的是用你希望被善待的方式去善待他人 第三个分论点写的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回应他人的呼声 然后用你希望被善待的方式去善待他人 第三个分论点写的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你觉得他的分论点 你觉得他的分论点写了非常好吗 满分五分 还是说写了一般呢 及格分三分 还是说完全不及格呢 给个辛苦分两分 或者给个辛苦分一分 你看有同学就马上提 发现他的问题了啊 这个有宝贝选了C 有宝贝选了B啊 我就不在一给大家上墙了啊 好 那选C的宝贝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嗯 选C的宝贝们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好 也有啊 也有个别整活的跟我说吧 必须是A啊 说A的你给我站住啊 首先你来回答 我们刚才已经有评论区的宝贝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和尊重相关嘛 他的分论点真的是紧贴尊重来的吗 你感觉他的分论点不是从尊重这个维度出发的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的话 对和话题没有关系 这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他的逻辑顺序是合理的吗 分论点一分论点二分论点三之间的逻辑顺序 真的是合理的吗 我都已经谈到做法 假设咱们说他和尊重是窃体的 假设咱们说他和尊重是相关 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 你看看他第二出现 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 他已经谈到做法 我们应该这么做 我们还应该这么去做 最后又说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也就是他在写完意义之后 又来写内涵 这个思路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你都已经谈到做法了 很显然你是已经认识他了 你也已经认可他了 结果呢 你又写他是什么 是不是思路有一点混乱 对 非常好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宝贝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我们要写出准确的分论点 准确的分论点 是围绕着我们中心论点来展开的 准确的分论点 而不是无边无际的 和我们的话题不相关 和我们的中心观点不相关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是分论点之间的逻辑是清晰的 我要先写出来一个准确的分论点 其次因为我们的分论点是多个 有可能是两个 有可能是三个 还有一些宝贝可能写到四个 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三个分论点是比较常见的啊 那你说这三个分论点之间 你是不是要考虑他们的逻辑关系啊 宝贝们 OK不OK 所以这两怕问题理解了没有 这也是我们说的 准确的分论点就是分论点的设置问题 中心论点应该怎么来发散 我应该怎么样写出来一个一个的分论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逻辑关系 应该如何去建立 分论点之间应该如何去组合啊 所以这两个问题没有 这两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 宝贝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结构思路 它指的就是分论点的设置 以及分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今天咱们这些课全部都给大家解决啊 既教大家先写出来分论点 写出来准确的分论点 还教大家要梳理清楚 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OK不OK 好的非常好啊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到我们分论点设置的第一个方法啊 分论点它应该怎么去发散 我围绕了中心论点可以怎么去发散我的分论点 第一个方法大招就是内涵阐释法 内涵阐释法 那这个内涵阐释法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去挖掘它的内涵 去挖掘它的特点 去挖掘它的定义 对不对 所以啊挖掘内涵或者说挖掘它的特点 揭示它的性质 指出来它的类别等等啊 对这叫内涵阐释 宝贝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内涵阐释我们应该怎么去写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是不是啊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从what这个角度啊 它是个什么东西 从这个角度入手去写 我们说啊 这个尊重是什么什么什么 可不可以啊 尊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说尊重 逗号怎么怎么样啊 对都是从内涵这个角度去写的 那宝贝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是什么这个角度 你们听过没有 你们初中的老师给你们讲过没有 是什么这个角度 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了宝贝 来给我回一个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拿到这个作文书之后 随便在市面上买一本作文书 或者说你们自己的这个 语文老师也告诉你们 从是什么角度去写 对不对 我知道 那你知道怎么写吗 你知道怎么写吗 谁都知道要从是什么角度写 但是是什么应该怎么样 把它写出来 写的准确 还写的有文采 有没有人教过你 没有对不对 所以这是大家在写作上的一个通点 我知道往这写 但是我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 听明白了没有 OK不OK 非常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把是什么给写好 what这个角度应该怎么去写 也就是我们的内涵阐释法 也有宝贝提到了 初中议论文一篇没有写过 那太好了 你就从零开始 你就听我的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 支棱起来好好听这个思路啊 你拿到一个概念之后 你先去什么 你先去给他定一个冰语 你先去给他确定一个冰语 你挖掘这个概念的特点 你比如说 你认为尊重是一个什么 你认为他是一种美好的品质 可不可以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 对不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 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 都是可以的 你先给他找定一个冰语 OK不OK 宝贝们 这一步听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来浅练一下 请你对宽容来下一个定义啊 来挖掘概念的特点 宽容是啥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示例啊 宽容是一种气度 可不可以 宽容是一种气度 那你认为宽容是一种什么呢 开始答题吧 给大家 你就先给他找一个冰语 咱们在这个冰语的技术上 再去加工啊 所以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出来 我等会给大家上抢啊 宽容 宽容是 宽容是什么呢 先去找到这个冰语 哎 非常好啊 哎 我看到非常好啊 很多很多同学写了非常好的一些答案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基于你们刚才说的这个点 我们再往上加工 那我再给大家倒数三秒钟 我收卡了 我来展示一部分 来 三 三 二 一 结束答题了啊 哎 我们来看啊 这个奥翔宝贝呢 写的非常好 他说宽容是一种涵养 可不可以啊 非常好啊 是一种涵养 宽容是一种风度 风度 可不可以啊 非常好啊 好 来 我们再往下看啊 宽容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是一种美好的 宽容是一种境界 写的好不好 非常好 对不对 哎 宽容是一种智慧 行不行 完全可以 好 那我们就展示啊 稍微展示一部分时间关系啊 宽容是一点善意 是不是 也写的非常好 所以你们找了这个 冰淇雨都非常的合适啊 哎 那接下来的话啊 这个 我们宽容是一种让步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我就不再给大家上墙了啊 来 你们觉得啊 你们觉得可以是一种什么了 都可以 是不是 可以是一种美德 非常好 可以是你们刚才说的涵养 可以是你们说的智慧 境界 格局 可不可以 格局 是不是啊 宽容是一种格局 宽容是一种胸怀 是一种视野 都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可以怎么去发散啊 我可以去写 宽容是一种气度 可不可以 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美德 或者说像刚才有宝贝提到的 是一种境界 是一种心胸 或者是一种 是一种胸怀 是一种视野 也都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刚才说 有同学 这个提到了境界 对吧 根据境界 你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词 叫格局 好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写到这儿 可不可以 写到这儿 其实是可以的 那他可以再往前一步吗 我让他写的更充实 更饱满一点 对不对 我感觉我的分论点 短短的一句话 有一点不够饱满 我可不可以在基础上 再加工呢 可不可以宝贝满 OK不OK 是不是可以的 所以这不是 斐然交给你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我交给你的第一步 咱们先去确定一个定语 那确定一个兵语 那确定了这个兵语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对他进一步加工 宽容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宽容是一种怎样的心胸 对吧 宽容是一种怎样的视野 所以我在他的基础上 去给他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定语 去修饰这个兵语 他是一种怎样的 那你说加定语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思路 让我去参考呢 可以来听我讲 比如说刚才有宝贝提到了 智慧这个词 是吧 写智慧的这个宝贝 以及刚才呢 很多同学写了类似的这个答案 你说智慧的体现 是不是有很多呀 智慧 聪慧的体现有非常非常多 那哪一种是和宽容相关的呢 哪一种是和宽容相关的 智慧的体现有很多 具体的一个体现是什么 具体的一个情境是什么 你说宽容是一种怎样的智慧 你们想一下宽容嘛 包容别人 我可不可以去写 宽容是一种 这个成就他人 也成就自己的双赢的智慧 是不是啊 或者说我可以去写啊 这个宽容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去分情境思考 你想一想它具体的一个体现 是什么 以及可以去阐释它的特点 对吧 可以去阐释它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智慧的一个体现是什么 然后智慧特点是什么啊 来OK不OK 听明白了宝贝 来给我回复一个666 好不好 听明白了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啊 宽容我们可以怎么去写 非常好 非常好 宽容是一种什么 宽容是一种 求同存异的 对吧 求同存异的气度 或者宽容是一种 豁达乐观的智慧 宽容是一种 淡薄的智慧 对吧 是一种淡薄 面向人生的智慧 或者宽容是一种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 是一种成就他人 也同时成就自己的智慧 是不是完全OK啊 宽容是一种 与人为善的美德 刚才有宝贝提到 善良善意 对不对 然后也有宝贝提到 它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美德 你就想啊 这个品质 这个美德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或者说 它具体的一个体现是什么 你可以写啊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宽容 因为宽容是一种 求同存异的气度 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智慧 宽容是一种 什么样的格局 你可不可以在格局前面 给他加一个形容词呢 来宝贝买 给他加一个定语呢 任务交给大家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边 去写 你们家的这个定语 好吧 我给大家来上墙啊 宽容是一种 虚怀弱骨的 宽广心胸 对吧 虚怀弱骨的宽广心胸 哎 容 我们应该有容的品质 容是一种虚怀弱骨的宽广心胸 容是高瞻远足的开阔视野 是一种合而不同的人生境界 对吧 我能够包容别人 是一种合而不同的人生境界 对不对 或者说啊 你说是一种广阔 博大 哎 是一种放眼世界 非常好 不局限于自己 对吧 不要紧紧盯着自己 可以说它是放眼世界的格局 非常好 我觉得写的 对不对 是马上有这种思路打开了的 感觉啊 宝贝们 OK不OK 好啊 非常好 所以用宽容呢 带大家练习了一下 我们前两步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 先给他找一个宾语 你先去找他的特点 第二步叫做 在这个宾语的技术之上 给他加一个定语 哎 大气磅礴 非常好 大非常好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啊 比如我们说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是一个非常长考的话题 我们运用我们说的内涵阐释法 我们来写责任担当的时候 你先去写 你说责任担当是一种什么 宝贝们 我们可不可以说责任担当是一种胆识 责任担当是一种魄力 对不对 责任担当是一种恒心 是一种毅力 我可以写 责任担当是恒心 是怎样的恒心 恒心有很多体现 爱港敬业的恒心 我一直坚守在一个岗位上 对吧 我是很有恒心的 你可以去找他一个具体的体现啊 我也可以去写什么 责任担当是一种胆识 那这个胆识和勇气 有很多种体现 我可不可以给他具体一个情境啊 是挺身而出 尽己所能 解人危困的胆识 对吧 我不仅仅是只专注于我自己 我是对别人也有一些责任担当的 所以我当看到微弱弱小的这个弱势群体的时候 我能够干嘛 挺身而出尽己所能 解人危困 对吧 帮助别人来解决困难 是一种赤子之心 对吧 是一种赤诚 可不可以 是热爱祖国 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 是自身时代洪流 勇力朝头的魄力 或者说我认为责任担当就是爱心 那爱心也有很多体现 你去给他找一个具体的情境 是乐于为社会做贡献的爱心 对吧 责任担当是以梦为马不负潮华的奋斗姿派 可不可以 哎 宝贝马 你看我这叫什么 以梦为马不负潮华 这是在干什么宝贝马 这是不是在引用啊 这是不是在具体的引用 我引了一个名言 或者说 我说这个 自身时代洪流 勇力朝头 我说挺身而出 尽己所能 解人危困 这都是什么 四字的词语 或者说引用 你是不是觉得相比于我们前面说 宽容是一种境界 就有文采了一点啊 是不是就有文采了一点 所以我们梳理一下 我们完整的一个方法和大招是什么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先去确定他的兵语 挖掘这个概念的特点 然后呢 确定兵语之后 给他加上相应的情境 加上一个定语 最后的话 为了让你更加有文采 你可以用四字的词语 或者说一些引用 或者说一些成语 一些诗词 来增添你的文采 OK不OK 接下来的话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有一些宝贝呢 可能觉得说 我一下写不出来 对不对 那前两部你一定要做到 第三部是一个加分项 而前两部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做到了 你随着啊 你随着跟着菲安坚持学习 然后根据我们资料的一些些积累 你会在这个方向上 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表达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下一次你在写作的时候 就信手拈来 你就能够写出来有文采的 所以前两部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目标 第三部的话 是一个加分项 是我们未来一小个阶段内 需要完成的目标 我说清楚没有宝贝们 来说清楚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说清楚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 好不好 所以内涵阐释法的话 我不仅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我还教你把它写出来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你根据这个方法之后 你会发现你能写出来很多 你说精神 品质 勇气 胆识 魄力 爱心 我都能写出来 哎 我是不是一下我思路就打开了 所以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到大家啊 有哪些素材 你就写哪条了 对吧 一个实用的考场技巧啊 你说有一些 我好像一下想不出来素材 没关系 你不选这个点 你选一些你能够想出来的 好不好 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立体啊 是我们41页的随堂练习一啊 这个题的话 是我们2019年的全国一卷啊 我给大家稍微加工了一下 只保留了前面的一部分啊 因为用我们的内涵阐释法来写的话 你看到这一段 你就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了 民生再情情则不愧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也是幸福的源泉 肃心业魅 撒扫亭内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绵延至今 让你以劳动为话题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去给他加一个兵语 你认为劳动是什么 你看 我周考就是考劳动 啊 然后我一窍不通 现在我就教你 怎么把它写出来啊 有家宝贝 我先给你放到一边 你告诉我 你一下子是不是有一点 想不出来这个兵语 是一种美德 你看 有同学马上就写出来了 是一种美德 好 那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材料中间有没有一些提示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呀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呀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啊 有些宝贝说 斐然 那我 那个就是我直接把优秀传统抄下来 是不是有一点不好 我觉得你能写出来 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觉得有一点不好 你能不能给他换一个词 你说劳动是优秀传统 你能不能给他换成传统美德呀 对吧 传统美德 可不可以 传统美德 是不是完全是可以的呀 所以先去给他写一个宾语出来啊 对吧 你认为劳动是什么 劳动是传统美德 劳动是优秀传统 可不可以 劳动是时代潮流 完全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基于这个 你们再去给他加工一下 再去给他加上定语 可不可以 是什么样的时代潮流 是什么样的时代潮流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传统美德 可不可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自己写了 这个你在市面上你是看不到 你搜作文啊 你去百度里边去搜 绝对搜不到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基础之上去加工 比如说我拿到劳动之后 我先去给他定一个宾语 我写他是传统美德 可不可以 传统美德 好 那怎么样的传统美德 有些宝贝会说传统美德 对吧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传承上下5000年的传统美德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进一步阐释他的特点 传统美德有怎样的特点 传统美德由来已久 历史又久 传承上下5000年 可不可以 劳动是传承5000年的传统美德 完全OK 可不可以这么去写 完全可以这么去写 那你还可以怎么去写呢 你想传统美德 他有怎样的特点呢 对吧 传统美德他有怎样的特点呢 传统美德既然传承下来 就说明代代人都有 代代人 代代中国人都有 代代都拥有 我们这个民族基因的人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写 劳动是 眷客 非常好 远远流长的 历史悠久的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好 这个眷客民族烙印 传统美德 可不可以 全国民族烙印的传统美德 是不是完全OK的呀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 是奋斗姿态 劳动是一种奋斗姿态 我不是说躺平了 而是说我一直在劳动 一直在这个 一直在奋斗 我可不可以写 它是一种奋斗的姿态 是一种奋斗的状态呀 对不对 那奋斗姿态有怎样的特点 或者说是什么情境下的奋斗姿态 我们现在奋斗都是为了实现什么 宝贝们 这个我们现在奋斗 有些同学说 往大了说 劳动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姿态 可不可以 往小了说 劳动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姿态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往大了说 劳动是一种实现中华民族 这个复兴的 对不对 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姿态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呀 OK 对它是一种什么情境下的奋斗姿态 或者说它是它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你这样的话你就有了一个思路啊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我自己写的 比如说传统美德 我认为传统美德特点是承载民族基因 因为它代代传承下来 承载民族基因的传统美德 对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奋斗姿态 劳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奋斗姿态 或者说我还想再给它引一句名言 劳动是什么呢 劳动是不带扬鞭 自奋提 不带扬鞭自奋提的奋斗姿态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啊 不带扬鞭自奋提的奋斗姿态 是不是也是OK的呀宝贝们 来听明白了没有 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思路 首先第一个 我先去给它定一个兵语 劳动是什么 才要告诉你 劳动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优秀传统 你可以换一个词 你说它是传统美德 完全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想传统美德又怎样 的特点 对吧 你说眷客民族 烙印的传统美德 或者说承载民族基因的 传统美德 是不是完全可以 或者说你认为 劳动是一种一直 在奋斗的状态 是一种奋斗姿态 实现中华民主 五大复兴的 可不可以 来OK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你也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去引名言 你有名言你就引 你没有名言的话 你做到这儿 已经非常好了啊 是不是啊 很多同学刚才说啊 我这个中考 我就考劳动 我不太会写 完全没有关系啊 那这篇文章 它可以怎么去写呢 我已经在我们 今天的彩蛋中间 给大家梳理了啊 好 有一些宝呢 会觉得我一上来的时候 我好像有一点点 词穷 没关系 那是因为啊 你还没有经过一些训练 等一会儿 咱们就可以一起 去写出来更多 好不好 或者说 有同学说啊 这个劳动是自强不息 对吧 是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 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 或者说劳动是一种 就是没有躺平 是奋斗不止的传统美德 是奋斗不止的奋斗姿态 是奋斗不止的状态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啊 对 所以这些词 你可以有一些相对的积累 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 对不对 传统美德等等 这些完全可以 有一些些积累啊 那今天的这个范文的话 我就不在课上多展开了 因为我们今天 主要讲的是分论点 那范文在哪呢 范文在我今天的彩蛋中间啊 非然精选给大家整理的 超值得学习的标杆范文 本节课的题目 可以怎么去写 好吧 OK不OK 等一会儿 我会公布一个暗号啊 好 那劳动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梳理清楚了啊 所以关于这些表达的话啊 非然在展示 你应该在偷偷记忆 咱们就记两个 今天记两个 如果说没有的 如果刚才已经写出来 觉得自己思路很清晰的宝贝啊 你就可以把这个思路 强化为自己的一种 这个固定的思路 拿到作文之后 就可以这么去写 好吗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啊 这个题的话啊 就是需要大家紧跟我的思路 比如说 我们说针 拿到针这个词 对 我想写 我要针 我要用针来张扬生命 或者说张扬生命的色彩 生活中我们应该 甘于用针来张扬生命 那针 我可以先去给他定一个兵语 或者说我认为针是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去给他组一个词啊 针是一种什么 宝贝们 针是一种抗针 可不可以 是一种抗针 是一种奋斗 对吧 新语写的非常好 是一种不甘于人后的伟大精神 是吧 是一种不甘于人后的伟大精神 你看你已经写全了啊 所以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针 比如说我说抗针 或者说我给他组一个词叫什么呢 针论 针辩 可不可以啊 针 哎 抗针或者说 针论 针辩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可以去给他加上相应的一个情境 或者说来阐释他的特点啊 哎 针论 针辩 你说抗针 是为了什么的抗争 啊 针是对什么什么的抗争 对吧 或者说是在哪一种情境之下的抗争 当你遭受了一些不公的不公的待遇 或者说当你这个忍受了不公的命运的时候 对吧 你要去抗争 哎 非常好 你看有同学写的是保家为国换取和平的抗争 非常好 那你这个时候积累的一些红色红色精神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上了呀 保家为国换取和平的抗争 完全是可以的 你说这个红传精神 到后面的长征精神 到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积累的这些红色文化相关的一些素材 是不是就可以用上了 哎 非常好 真是奋进向前的伟大历史潮流 是可以啊 非常好 很多同学写出来了啊 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上抢了啊 好 来 我们如果说抗争的话 你可以去写他是对什么的抗争 他是对不屈命运的抗争 或者说争论争辩 我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争论 为了什么争辩 为什么大家今天会坐在一起去讨论 就像我们暑假阶段讲到了百家争理一样 为什么呀 我们不就是为了真理吗 对吧 究竟谁对谁错 对吧 真理 我们为了真理去争论和争辩 或者说我们的抗争是为了追求什么 不甘于人后 是不满足于现状 不甘于人后 不满足于现状 是为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去进行抗争 去进行奋斗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OK啊 所以你可以写真是对不公命运的不去抗争 是对美好真理的无悔坚持 对吧 他是一种抗争 或者说他是在追求美好的真理 或者说是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 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 对不对 是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 OK不OK 包括啊 很多同学写出来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比如说刚才有同学提到了保家卫国 换取和平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在这儿我给大家稍稍拓展一下素材 那宝贝们 你也可以跟着我的思路一块想一下 对不公命运的不去抗争 有什么素材可以去写吗 我想说真是对命运的抗争 有什么素材可以去写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了霍金 丘领行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霍金呀 对吧 一生三分之二的时光 在轮椅上的霍金 实铁生 哎非常好 还有给大家发的作文素材 作文素材里边 我看大家啊 有多少同学会想到这个 就是作文素材里边 我提到这个人物 想没想起来 丘领行给大家发的 姜孟楠 对不对 姜孟楠 OK不OK 对吧 你可以去写霍金实铁生 姜孟楠等等等等 是不是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你也可以去写啊 这个他可以抗争什么呢 比如说新中国的建立 对吧 国家的解放 是对国家解放啊 是为这个国家复兴的一些抗争 那红色文化这些 你就可以运用上了 甚至说我们的妇女解放 对不对 然后甚至说啊 这个你书本中间说到 陈舍世家 王后降下 你有总乎 对不对 这样的一些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来 还有什么 争取的对象 我们为了什么争取 我们为了争取话语 话语权 教育权 比如说张贵美 对吧 争取这个大三 大三女孩子 他们的这种教育权 对吧 争取教育权 这个哥白尼布鲁诺 为了这个真理 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然后百家争民 思想这种交锋 袁隆平 为了什么 为了使国人都过上这种 为了实现自己的 和下成良梦 对吧 他的这种抗争啊 所以争取的这个对象 或者抗争那个对象 有很多 都是可以发散的 OK不OK 你看 一下思路 是不是就打开了宝贝们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刚才有宝贝提到 说司马迁 非常好 你也可以去写司马迁啊 对石铁生 司马迁 霍金 江梦楠等等 有宝贝呢 说江梦楠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真的还是那句话 我给你的资料 就是最好的 你抓紧时间 按照我给你的计划表 去看一看啊 对吧 不会吧 还有没有人 没有人不知道江梦楠啊 我们的热点人物素材里边 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对 虽然说啊 他是一个这个 完全丧失了听力的状态 但是最后他也依旧取得了 傲人的成就啊 好不好 非常好 哎呦 听说我可以去写梦晚舟 可以的 完全可以 是不是啊 所以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觉得思路打开了宝贝 给我回一个庙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宝贝们展示更多的一些写法啊 对吧 我们可以去写这个 中国精神 对吧 中国精神也是一个非常长考的话 话语 大家记得非常好啊 很多同学在回啊 这个 中国精神也是非常长考的一个话题 那基于这个话题 我们可以去写什么呢 我们说 让中国精神成为抗议利件 我可以结合当下来说啊 我们抗议的过程中间 让中国精神成为抗议利件 对吧 那我可以怎么去写呢 中国精神 首先我去给他确定一个兵语 他是什么呢 对吧 联合联系到这个抗议 你可以去写 他是一种坚强意志 中国精神是坚强意志 是博大胸怀 对吧 是大善大爱 可不可以 坚强的意志 是坚强意志 是博大胸怀 是大善大爱 OK 那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去给他加一个情境 或者说去阐释他的特点 比如说坚强意志 是万众一心 患难与共的坚强意志 对不对 是博大的胸怀 是舍己为人 或者说是舍己救人的博大胸怀 对吧 大善大爱 是同舟共济 或者说是这种 是迎难 是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OK 不OK 宝贝们 是举国同心 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 非常好 你看你们写的 是承载着全国人民 我真的忍不住 要给你们点赞 你们写的都非常好 是博大胸怀 是大善大爱 你可以去写 是舍己为人 是无畏牺牲的博大胸怀 或者说是大善大爱 是尽心为善 虽远必应的大善大爱 可不可以 是不是就有了这个思路 所以如果有一些表达 你说我一下有点想不出来的话 还是我刚才那个提醒 我在展示 你应该再偷偷记 记那么一个就行了 坚强意志 它是不是也是一种 非常万能的一个表达 抗争 对不公命运的抗争 是不是一种坚强意志 也是一样 所以像这种 偏万能一点的表达 是一种奋斗姿态 可不可以 完全也是可以的 所以积累那么一到两个 OK不OK 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成就群众的大善大爱 对吧 是逆流而上 舍己为人的坚定决心 你们就看你们自己 这就是你们自己写出来 你们只要有了这个思路 你就能够写出来 这样的一些表达 并不是说你们原来不会 只是你们原来没有找到一个 好的老师 去教会你这个方法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可不可以再给他引用一下呢 我想让他更有文采一点 行不行 我想这个卷 卷引我同桌 卷引我所有 我们班里面这些同学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说中国精神 是齐力奋战 对吧 是齐力奋战 是同舟共济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是无私奉献 是各自坚守 对不对 是各自坚守 是什么 是众心 众心其泰山仪的 齐力奋战 或者说是无私奉献 无私奉献 你说你还没有一些 名言的积累吗 是春蚕道四方进 蜡锥成辉 类屎干的无私奉献 是洛宏 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 更互花的无私奉献 行不行 是坚守 坚持 劝学总学了吧 是 切而不舍 金石可漏的 各自坚守 对吧 是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 各自坚守 可不可以 对吧 所以我给了大家一个展示 你完完全全可以去写 这个是 春蚕道四方进 蜡锥成辉 类屎干 对吧 是落红 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 更互花的 无私奉献 是坚守 什么样的坚守 咬定青山 不放松 或者说是切而不舍 金石可漏 可不可以 是不是 马上思路就出来了 我讲清楚没有宝贝们 来 讲清楚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 所以你有这样的积累 你就往里边去写 你没有的话 我们写到刚才那一页 很多同学上墙的表达 就已经非常棒 非常好了 好不好 OK啊 所以这个方法并不是说 反正拍大腿 拍脑袋想出来 而是我看了很多的作文 我梳理出来的一个方法 我基本上看了 我背今天这些课 我起码 我说我看了也不下于 100篇作文以下 为了挑出来 或者说我准备这个 准备这个方法大招 我基本上把这几年 所有的范文都看了 而且我用这个方法 自己去写分的点 我发现它非常好用 我才提炼出来 告诉大家 你们按照这个思路去写 绝对是可以的 行吗 我讲清楚没有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再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 如果说你已经完全清楚的话 那今天我们讲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你就掌握了 这道题的话 我相信宝贝们 不是第一次见 就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公子揪和公子小白 争夺军位的时候 管仲和报叔 分别辅佐他们 然后管仲带兵 举起小白的时候 用剑射中了他的衣钩 小白装死逃脱 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也就是管仲曾经拿剑射过齐桓公 对吧 但是后来齐桓公当了皇帝之后 报叔就对齐桓公说 你想要成就霸业 非管仲不可 所以管仲就重用了齐桓公 而且报叔是甘居旗下 中成一代霸业 所以后人称颂 齐桓公的时候 经常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丁车管仲之力 然后说 报叔是能知人的 然后呢 管仲是一个怎样的人 管仲是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啊 他原谅了这个 齐桓公是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啊 他原谅了这个管仲曾经拿剑去射他 对不对 而且啊 他还能够知人善人 他还能够识别人才等等 他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那你说报叔呢 报叔的话 他是甘居人下的 他是勇于像这个 呃 是是 是能够识别人才的 对吧 是能够做一个伯乐的 而且他能够甘居人下 他并不嫉妒别人啊 所以这是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写 如果说啊 让你以齐桓公为利论对象 以齐桓公具有王者之风为中心论点 你将如何来设置你的分论点呢 齐桓公具有王者之风 对吧 我们就给定了你 让你来写齐桓公 对吧 你说桓公具有王者之风为中心论点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 桓公的王者之风 体现在他的什么上 你说齐桓公的王者之风 给他加一个 兵语 可不可以 体现在他的什么 体现在他的智慧上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吧 体现在他的什么上 来 大家把这个兵语给打出来啊 填在他的气度上 体现在他的这个气量上 可不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体现在他的善用人才上 非常好 海纳百川的胸怀 你看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的分论点是不是就出来了 原谅管住一见之仇的风度 一笑敏仇的风度 可不可以 宽容大度 知人善任 不计前嫌 宽大的心胸 是不是思路就出来了 好 那宝贝们 我给大家清个评啊 你们写的都非常准确啊 齐桓公的王者风采 体现在他的智慧上 我写啊 他是有他的这个 体现在他的智慧 对吧 他的气量 他的才华 对吧 他的气量 你也可以去写这个气啊 对 体现在他的气量上 体现在他的才华上 所以我首先去给他找一个宾语 这个宾语叫做智慧 叫做气量 叫做才华 可不可以 非常好 那你说他的智慧 什么样的智慧呢 识人的智慧 对不对 智慧有很多种 在这个题目中间 他就是能识别人才 齐桓公的王者风采 体现在他识别人才的智慧上 对吧 体现在他的气量上 什么样的气量上 刚才有同学提到了 说原谅管仲 或者说一笑名仇的气量 体现在他容人的气量上 能够包容别人 对不对 或者说体现在他的才华上 他有这种管理的才华 他作为一个国君 他能够 对吧 他能够这个 既用了管仲 又用了这个报书 是吧 体现在他管理的这种才华上 可不可以宝贝们 完全是可以的 是吧 你就可以在智慧气量才华上 给他加上对应的一个情境啊 听明白了没有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分论点 更高级一点 更宁愿一点 完全可以 来 好好看 王者之风 体现在其王者之志 体现在其王者之量 体现在其王者之才 宁愿的表达 也可以 所以呢 咱们刚才的那个思路 已经非常棒了 如果说你们在评论区里边 写出来的这种 比如说他的知人善任 对吧 宽容大度 知人善任 宽容大度啊 就完完全全啊 就把我们的定语 找的是非常清楚了啊 有宝贝说 就围绕着一件事写 你这个怎么说呢 宝贝 这个题目啊 你可能 我没有带大家 把这个题目里边 要求完全省出来啊 因为我们今天 重在讲这个分论点 题目这给了你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叫做什么呢 哪个感触最深 你就选秦桓公 选宝书 或者选 选这个 管仲都可以 你选一个就行了 你不能说 我又写这个 又写那个啊 所以这句话的话啊 就是如果有疑问的宝贝 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里边 这句话 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 要求这来的话 秦桓公为利润对象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出来 以下内容 那接下来 如果我换一个 利润对象的话 我说张沙同学呢 以报书为利润对象啊 说报书的这个啊 曲己见才能包容的壮举 对吧 他是这个曲己见才能包容 能包容别人 而且不嫉妒别人啊 所以这种壮举 来写出来分论点 可以怎么去写呢 首先我可以去给他定兵语 比如说报书的壮举 体现在他的什么 他的眼光上 独特眼光上 体现在他的大度抉择上 体现在他的开朗胸怀上 对吧 报书是有独特的眼光 能够发现这个 管仲是一个人才 大度抉择 他能够把管仲推荐上去 自己甘居起下 体现在他的开朗胸怀上 可不可以 OK不OK 定了兵语 那我可不可以在他基础上 让他更加有文采一点呢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我说啊 这个给他加上一个相应的定语 体现在他的独特眼光 眼光是什么 知人善任 能变英才 对不对 知人善任 能变英才 或者说他的大度抉择 体现在哪 不在意权位高低 愿居于管仲之下的大度抉择 或者说开朗 体现在哪 体现在他站在大局去考虑问题 仁爱友善的开朗胸怀 OK不OK 宝贝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高阶的观点 高阶的分论点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可不可以再去往前进一步呢 道书所为真状句 知人善任 能见财 对吧 我让他更加理念一点 知人善任 这个四字词 我给他提炼出来 甘居人下 能让闲 包容人爱 闲温情 是吧 就更加的这个整齐啊 所以这是一个加分项 你现在这个阶段啊 你说我加工不出来 可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 你写到这儿已经非常的棒了啊 你写到这儿已经非常的棒 包括我们刚才讲奇桓公的时候 你写了奇桓公也已经非常的棒了啊 所以呢 在后续这个阶段中间 你经过一些积累 你是完完全全可以写出来这样的句子 但是你说这个句子它怎么来的 它是不是根据我们刚才 加了宾语 加了定语之后调整过来的 它是调整过来的 它不是说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你认为那些满分作文啊 他这句话 他自己没有琢磨过吗 他自己在心里边其实是琢磨过的 对不对 他是调整加工过来的啊 OKOK宝贝们 来OK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这是一个冲顶的分论点啊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路 好吗 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好 那我们梳理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的内涵阐采释法 就是首先的话 很多宝贝知道是什么 我应该去写 而且是什么也是最难写的 也是很多宝贝下笔之后啊 想去写是什么 但是提笔之后没有思路的 那今天的话 反正是交给了一个非常万能的思路 首先我拿到这个核心概念之后 我先去确定它的兵语 挖掘这个概念的特点 对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给它加上相应的定语 分情境去思考 阐释这个特点 最后的话啊 我可以引用名言 我可以引用诗词 我可以用四字词语 用成语等等来彰显它的文采啊 好不好 OK啊 非常棒啊 我看很多同学刚才写出来的分论点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啊 甚至说你们可以去整理整理 自己写的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课间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啊 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 跟飞燕一起来继续解锁 更多的发散角度 可不可以 先给大家发一个红包 来抓紧时间发红包啊 领红包了 休息一会儿啊 然后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 需要大家参与进来的内容啊 好的 刚才课前呢 这个两分钟也非常的奇特 你看咱们现在网就非常的好 不知道为什么那两分钟 跟抽了风一样啊 所以呢 很多宝贝呢 也都在评论区里边在讨论啊 然后 我也可以 我也我也我也觉得 大家像这个还工一样啊 有包容的这个气度啊 行 那我们课间休息一会儿 今天的课间的话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 咱们上一次 邱领航和邱的第二波资料 已经发给大家了 对不对 宝贝们 有没有领到 有没有去找辅导老师领取呢 哎 接下来的话 有些宝贝呢 也反馈了 给你们自己的辅导老师反馈的 说啊 我在月考啊 我在这个 呃 期中考中间用到了 作文素材 用到了双月刊 用到了我们之前 讲到的一些热点 人物的素材 对吧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下一次 你想要什么资料呢 抓紧时间截个图啊 就是来扫一扫 哎 一份绝密的调研啊 下一次你想要什么资料 只有两个问题啊 只用回答两个问题 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给斐然一个实现你心愿的机会啊 那后面的话 也为了 为了让宝贝们给 就是为了让宝贝们拥有啊 你最需要的 市面上最好的 然后疯狂卷你同学的语文学习资料啊 需要收集一下 大家对于资料的一些需求 或者想法啊 所以 给斐然一个实现你心愿的机会 好不好 你看 人家说对 是了啊 是不是已经用上了 对 好 扎紧时间啊 好了吗 扫好了没有啊 可以先截个图刻下去填啊 好 我接下来的话 要重磅来表扬一下啊 就是跟着斐然学习的这些同学们 喜讯连连 你们觉得这些进步是怎么取得的呢 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啊 这些进步是怎么取得的 比如我们这个海峡班的梁亚婷 海峡班的梁亚婷 然后 住校啊 半月假期 能看直播跟直播 看不了了就约定回放 你看 下周看回放 你看下周看回放 就和福导老师 约定好了 对吧 那下周的时候呢 咱们就会去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 看了回放 或者回放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问题 然后月考语文考了 124分啊 124分 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 还有我们海峡班的陈彦新 对不对 9月份和10月份 从未落下一节课程啊 132 135 这都是我们课程的时长 128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课 全部都听完了 绿色了 语文104 班级第一 年级第八 对吧 班级第一 年级第八啊 所以宝子们 你们真的要支愣起来了啊 你说他这些进步 是怎么取得的 就是和听课取得的呀 对不对 能听直播 听直播 听不了直播 听回放啊 每一个宝贝都是如此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 孟杰班也是一样 王伯同学 对吧 进步了16分啊 115 年级最高分啊 你看 作文写了52分 其实已经是一类文的标准了啊 多次来看一节课 分开用碎片化的时间去集中了看啊 然后 每一些宝贝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学习安排 但是呢 我想起大家都能够安排好自己的这个课程时间 因为你听了课 你就有进步 你就能拿分 你就会收获高分啊 帅帅班呢 王韩韩宝贝 月考123 你看 月考年级第六 最高的是126 他考的123 暑假秋林行和秋季一节课程都没有拉下啊 每一节课都是绿色完全听完的状态啊 所以给我们这位宝贝点赞啊 子晨班的林 这个陈林志 9月份入学的时候还排多少 9月份入学的时候排名是800多名啊 第一次月考就考到了270名 进步了500多名啊 你看看到进步啊 对吧 老师也希望他更加的努力 哎 这是今早他班主任 对吧 老师关心他的学习状况 然后给我们这个和老师去发这个截图啊 所以这些啊 就是真的每一个宝贝都没有放弃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坚持下来 行吗 都能坚持下来啊 你看啊 我们班也有同学考了第一 对不对 所以你们有这种好消息一定要及时分享给我 行不行 当然我这只是展示了一部分 因为课前也有很多同学提到了啊 我们红尘班的这个董萧宇 120分啊 120分也是努力的在看回放 红尘班的王叶子 对吧 一节课不辣 然后每一节课都听完了啊 115 全年级第一 他说其实我觉得有点低 全年级第一啊 你全年级第一觉得自己的分有点低 当然你觉得全年第一 这个115分 你看起来有一点低 就是因为高中语文它变难了 你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之后 你说你120 130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呢 高中语文跟春语文 确实是在这个点上有一些不一样啊 所以啊 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课程啊 我们上红班的心蕊 进步了13分 对不对 上一次是103分 到这一次的116分啊 对不对 116分 然后这个对吧 能快速的去解决问题啊 还下班呢 宇涛 我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宝贝们 真的啊 要安排好自己的课程 好不好 安排好自己的课程啊 所以你们啊 也就抓紧时间 分享给你们的辅导老师 那今天的话 其实在之前秋里航的课程中间 就给大家听过他的歌啊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节课 我们既然说到了引名言 对不对 那能不能用好的形式来帮我们 积累一些名言呢 也是可以的啊 也分享给大家一个保障的up主啊 他叫这个灵人祭酒 也是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他这个视频啊 播放非常高的啊 199.3万啊 我发的时候就已经199.9多万了啊 然后分享给大家 你们看一看里边有哪些名言 你们可以积累下来 行吗 今天开始呢 我会更新一些作文的相关知识 包括明日名言 以及热点命题的写法 下面这是我们的第一课 抬头看了表记边 低头写着语文卷 终于到了最后一题 我的大脑要断点 老师说过作文素材 谣言明日和名言 这些教你用在文章开头 结尾很明言 人生青春梦想 反抖专题推荐王国珍 她的是个积极 向上昂扬朝土 无情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知不疯 欲见长死怎能不从容不破 爱又怎能无动于衷 如果你是鱼 就不要迷恋天空 如果你是鸟 就不要痴情海洋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生命可以没有灿烂 不能舍续的是平凡 作为一明星少年要有着爱过之心 关于此题才的名言太多更顾致心 乘风好去唱 苦万里之下看山 和心急急的戎马口 总内心怀的家国 狗立国家生死以 建议或福必去吃 责任感要时刻在 常在说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生寄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学习要刻苦努力 探讨读书的意义 按头见度与优生凡仇里 贫修的词句 为书有色烟云 写子为文有花修 于白绘文贵穷里里贵 言情既行则从记龙则贵 千般荒凉一次为梦 万里跌陷一次为归 文化苦虑传统的记忆 把往事回锥 确实无界文化无相 永远不能唤于围绕 于宇的名言 是有关文化作文的灵调 目标和一致我们要时刻的前提 不怕你有鸿骨直直 只怕你的梦想青丝扶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新华社的经典 预计推荐大家多去留心 擦亮你的眼睛 这是个开始当你的作文负担解经 作文的栏目 今天就开始更新 在耳机里面反复播放我的声音 下课 这个刚才有宝贝提到了 因为它这个比较短 大家可以通过滑动发现 它里边其实是给大家分了一些类的 比如说他在写这个青春奋斗的时候 他说推荐汪国珍的诗歌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对吧 死怎能不从容不破 爱又怎能无动于衷 如果你是鱼 就不要迷恋天空 你是鸟就不要痴情海洋 关于青春奋斗的 然后这个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这确实是汪国珍的诗歌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汪国珍最美的文字的时候 讲到我们当代的时候 讲到汪国珍的诗歌 你会发现汪国珍的作品中间 时时刻刻都是一些向上的 青春奋斗这样的一些话题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所谓明青少年 对吧 爱国 爱国的名言有哪一些呢 他也推荐了几句啊 乘风好去 长空万里 直下看山河 对吧 星系集 狗立国家生死疫情 符合必去知这是谁啊 林则许啊 对吧 责任感 林则许啊 好 这个 时间关系啊 大家可以自己 私下再去看一看 听一听啊 积累一些名言 然后用在我们的作文中 好不好 用在我们的作文中啊 嗯 刚才有宝贝提到了说 中秋的时候他也发视频了 是的啊 中秋的时候 国庆的时候都是 然后他每次写完之后呢 也会发到就是我们这个几个好朋友的群里 让我们来听他的demo啊 或者说来看他的词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啊 嗯 咱们就是说啊 就我现在觉得宝藏up都已经有点亏了他 我都应该是不是给他写一个知名up主 行啊 来回来了啊 我们后续的半节课中间还会给大家讲到更多分论点发散的一些方法 那关于是什么 也就是关于what这个维度 刚才很多宝贝已经写的非常的棒了 那你说我除了what这个维度 我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 对吧 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 你们也可以发散一下自己的思路啊 嗯 时间关系我们有一个才艺 可能今天的课上放不了了 因为那位宝贝的歌比较长啊 我们下一次再放 好吗 哎好 咱们就是说刚才这个 有的人问我这个歌叫啥 这个歌已经写在这儿了啊 这歌就叫做这个 高考作文名人名言啊 对高考作文名人名言 回来了啊 宝字们 来给大家发五个学分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解锁更多的发散角度啊 来选A 选A来领五个学分啊 咱们就说刚才出教设这些宝字们去哪了呢 去哪了呢 就是回教室了啊 回来了啊 论整活还逮你们啊 就是有人选C 咱们就是有人选C 咱们就是有人不屑于这几个学分是不是 还是选D啊 来倒数一下321 好 好 刚才呢 也有宝贝提到了说 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耗这个维度入手去继续发散我们的分分点 非常的好 那来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耗这个维度其实就是从什么 就是从我们最后讲的这个过程的入手啊 所以我们在解决了是什么之后 它是什么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劳动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宽容别人 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别人 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起来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这是从什么 意义也就是Y这个角度入手去分析 对吧 为什么这个角度啊 所以意义 原因 对吧 影响 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它对你有什么价值 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做它啊 所以从Y这个角度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价值影响结果原因作用 可不可以 价值 有怎样的价值 然后影响 结果原因作用等等这些维度 都是可以的啊 OK不OK 来OK的宝贝 理解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 那我想问大家 你们可以怎么去组自己的语言呢 意义这个维度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 怎么怎么样 方能怎么怎么样 哎是不是啊 怎么怎么样 才能怎么怎么样 就能怎么怎么样 方可什么什么 对吧 使什么什么 让什么什么 方能怎么怎么样 才能怎么怎么样啊 都是可以的啊 只有什么什么什么 才能什么 就能什么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中间啊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有风度 对吧 我们要有风度 我们要做一个有风度的人 那为什么要我们要有风度呢 因为风度能够反映个人修养 对吧 因为风度能够反映个人修养 或者能够反映个人涵养 可不可以 或者风度能够展现个人的追求 风度能够彰显个人的实力 对不对 能够能够彰显个人的实力 OK不OK 哎 风度能够反映个人的修养 或者反映个人涵养 能够展现个人的追求 能够彰显个人的实力 你是有实力的 你不去怕别人 所以呢 你要有风度啊 你也可以怎么去写呢 你也可以去写啊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 OK不OK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 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 才能具备克服困难的勇气 拥有了坚定的信念 才能迸发开拓创新的激情 那你们可不可以去写类似的一个 拥有坚定的信念才能怎么样 才能取得什么 或者说才能怎么样 我给大家20秒的时间 然后给大家上墙 你们去写 然后我们等会儿来上墙展示 好不好 因为有坚定的信念 才能取得 金氏亥俗的成功 可以啊 可以 有同学写了金氏亥俗的成功 或者说才能取得傲人的成就 可不可以 傲人的成就 或者说才能取得辉煌灿烂的成就 对吧 才能取得这个辉煌夺目 对吧 傲人的成就 都是可以 理想的结果是可以的啊 才能取得举世竹目的成就 才能对吧 心向往之的理想 才能收获心向往之的理想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我们珊珊宝贝写的也非常的棒啊 才能取得 刚才你们写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辉煌灿烂的成就 或者说傲人的成功 都是可以的 我就不再多写了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 来 我们可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从意义揭示法的角度去写的话啊 如果我想写这个梅花香字苦寒来 对吧 苦难 苦难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这篇文章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苦难看起来非常的土 现在我都不写苦难了 但是你看苦难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些你可不可以去套用 激发进取自治 你说激发进取自治 只有苦难可以用吗 你们想一下 什么还可以激发进取自治 理想信念可不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可不可以让你更加的努力进取 对吧 理想信念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热爱激发进取之心 劳动激发进取之心 可不可以 断炼坚强之治 对吧 人生目标也是可以的啊 苦难可以锻造创造之魂 对吧 激发进取之心 磨炼坚强之治 是锻造创造之魂 这几个是万能的啊 所以如果 你一个都想不出来 你一定要把这三个锅记下来了 一定要把这三个锅记下来了 因为它非常的万能啊 我说清楚了没有 对吧 我们说热爱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理想信念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对吧 这个可以磨炼坚强之治 可以锻炼创造之魂 我说清楚没有 来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把它给我积累下来啊 如果说你还不会的话 你是完全可以套用 因为我们作文是先模仿 始于模仿终于超越 你在模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你就能够超越它的写法 写出来自己的一个点了啊 激发进取之心 磨炼坚强之治 断造创造之魂 我再倒数五个数啊 5 4 3 2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互动啊 我想握住奋斗的首位话题 来用我们刚才说的啊 这个 对吧 意义阐试法 从意义这个角度 去揭示他 我想握住奋斗的手 从意义角度啊 意义阐试法 去写几个分论点 对吧 Y 这个维度 我想握住奋斗的手 可以去写什么呢 我想握住奋斗的手 因为奋斗可以 怎么样呢 开始答题吧 你们三个学分啊 来抓紧时间去写 奋斗可以磨练坚强之治 活学活用 对不对 活学活用啊 嗯 练笔泛难 考试泛难哦 宝贝们 我想握住奋斗的手 因为奋斗可以 战胜挫折 可以啊 我看了有宝贝写 战胜挫折 可以 奋斗可以 实现成功 对吧 可以实现成功 非常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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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我再给一小会儿的时间啊 奋斗可以创造辉煌人生 奋斗可以磨练意志 可以使用具有坚强的品质 可以跨越坎坷 你们写的太好了啊 倒数一下啊 五四三二一 很多宝贝已经参与了我们的作答啊 来给大家上个墙啊 意涵写的 活学活用 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可以锻造创造之魂 可不可以啊 奋斗可以提升自我啊 是宣写的 奋斗可以磨练自己的内在修养 奋斗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可不可以啊 完全是可以的啊 我想握住奋斗的手 因为奋斗 奋斗可以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功 对吧 奋斗可以得到美好 可以跨越坎坷 都是可以的啊 奋斗让人具有坚强的品质 磨练意志啊 我就不再给大家上墙了 非诚可创造辉煌的人生 对吧 能够使人使我变得更强大 也是可以的啊 哎可以磨练坚强之志 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你看非常好 完完全全 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点 就是一个活学活用 你可以去写 因为奋斗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因为奋斗可以磨练坚强之志 可以锻造创造之魂 是吧 你也可以去写啊 奋斗可以实现理想 可以战胜生活的挫折 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 可以提升自我的素质 对吧 你如果说啊 想要再给他加一些修饰 你说奋斗是战胜生活的法宝 可不可以 有宝贝说啊 这个没提交上去 没关系啊 没关系宝贝 你们今天有很多机会 都可以打出来 打在公平上 我也可以给大家上墙 好吧 给大家上墙啊 嗯 来 奋斗是战胜生活挫折的法宝 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石 是提升自我的钱 你说这些东西我省略掉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你说奋斗可以战胜生活挫折 可以实现人生理想 可以提升自我素质 也是OK的 好不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练 练一个 我们要善于发挥优势 对吧 我们要善于发挥优势 因为优势能够使我们斗志昂扬 对吧 我们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因为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困境 可不可以 走出人生的困境 或者说能使我们走向成功 拥有成功 从事自信也是OK的啊 激发自信非常好啊 你们写的非常好啊 激发自信 我们要善于发挥优势 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非常好 发挥优势啊 好 那如果我说啊追求理想对不对 追求理想从为什么的角度 理想可以怎么样呢 追求理想 哎我们刚才讲的可不可以 追求理想能不能够激发进取之心 理想可不可以追求理想 对吧 理想信念能不能激发进取之心 理想信念能不能磨练坚强知识 理想信念能不能锻造创造之魂 今天所有走的这些宝贝都给我带走这三个句子啊 今天所有的都给我把这三个句子给我积累下来 完完全全是可以的 好不好 所以啊你也可以去写啊这个理想信念 可以指引我们奔向我们的奋斗目标 对吧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 从意义和价值这个维度 可以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对吧理想信念 对吧是我们的动力 可以激发我们的进取 对吧可以让我们重拾我们的信心 对吧可以明确人生的意义可以重拾信心 都是可以的可以作为思想防腐巨变的武器 对吧数据科学理想可以让你方向明确精神振奋啊 然后你也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和曙光 对吧明确人生的意义 哎非常好啊 我就不再给大家一上墙了啊 写的非常好 好那接下来的话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目 劳动这个题我们熟不熟悉 劳动这个题熟不熟悉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了劳动 从what这个维度去写 那劳动可不可以从y这个维度去写 嗯可不可以从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维度去写 劳动可以怎么样 告诉我劳动可以怎么样 劳动能够怎么样 劳动能使什么 三句 是不是 那三句就出来了 劳动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对吧 就劳动完完全全是成立的 劳动可以让你更加的积极上上向上 是昂扬的是进取的 可以让你坚强磨练你的意志 对不对 磨练你的意志 对磨练坚长之志也是可以的 可以吗 劳动所有的创造不都是在劳动中间产生的吗 那三句能不能用 完全是能用的 对不对 那你说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可以写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写更广阔一点的内容 劳动可以什么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吗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劳动能使我们体位幸福 劳动能使整个社会进发展进步 劳动能使整个国家富心富强 可不可以啊 完全是可以的啊 所以劳动这个点能够写的也非常非常的多啊 对吧 你看可以使个人获得财富 对吧 可以使人体位幸福生活 可以磨练坚强的意志 然后劳动可以促进 对吧 获得物资财富 体位幸福生活 磨练坚强意志 劳动促进社会进步 劳动能推动国家富心 对吧 劳动能培养人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都是可以的啊 OKOK 能够写的非常多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三句也是能够用上的 来听懂的宝贝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你可以怎么去写呢 你可以去写 送劳动之诗 割劳动之章 这个标题也是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写送什么什么之诗 割什么什么之章 对吧 送什么什么 送责任担当之诗 割责任担当之章 也是完全可以的 它是一个话用啊 所以下一次我们讲标题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讲标题怎么去写 对吧 我们第五讲也会给大家讲到标题 标题怎么去写 会教给大家啊 个体力量靠劳动彰显 你可以去写 劳动能够彰显 彰显个体力量 可不可以 彰显个体力量 对不对 然后劳动能够什么 能够驱使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 靠劳动驱使 它的句式变了 但是它都是从意义这个维度写的 我听 我说清楚没有 句式调整了 但是都是从意义这个维度写的啊 社会进步靠劳动驱使 你可以说劳动可以驱使社会进步 或者说啊 国家富强靠劳动奠基 你可以说劳动 对吧 劳动能够什么 奠基国家的富强 或者劳动能够推进国家的富强 富星 好不好 那具体你说我们怎么样写出来这个片段呢 这是我们核心语段要交给大家的部分 对吧 开头结尾应该怎么去写呢 我要交给你 一点一点的去交给你 所以我们今天先解决分论点应该怎么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 2021年的新高考全国医卷 这道题目中间 1917年4月 毛泽东在星期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 这一本中间 提到了体育之效 说人要锻炼 对吧 人的身体要 会天天发生变化 目病可以迷 耳朴冲可以冲 生儿强者如果滥文奇强 其实质强者也会转为质弱 而生儿弱者如果情字锻炼 争议其所不能久 而九字也会变为强 所以生儿弱者不必自习 生儿强者不必自习 生儿弱者不必自卑 从体育入手呢 谈到强与弱的问题 那你说体育 对吧 或者说体育锻炼可以怎么样呢 宝贝们 可以怎么样 体育锻炼可以怎么样 宝贝们 可以使人拥有坚强的品格 可以非常好 还有什么 可以强健体魄 有人就现在就直接给我发那三句 对吧 三句口可以用 体育锻炼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可以磨练坚强 可以磨练坚强的意志 可以磨练坚强之志 对吧 可以强生健体 强生健体之机非常好 甚至我们说啊 体育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打造体育强国 对吧 可以打造体育强国 拥有强健的体魄非常好 对吧 拥有强健的体魄 那你还可以去写什么 打造什么 打造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强国 对吧 打造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之体育强国 你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这句名言 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非常好啊 有宝贝提到了那三句 拥有强健的体魄 是可以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可以这么去写 你看 这不好意思啊 我这鼻鼻突然有点不舒法 好回来了啊 以强健之体魄 驻盛世之中国 所以他是围绕强健体魄 这个点写的啊 哎 于文明其精神 先野蛮其体魄啊 这二十四位说 毛泽东提出来的主张 因此肩负时代中文的七少年 需以强健之体魄 驻盛世之中国 哎 强健体魄可以怎么样呢 体魄强健方能练就 无将上下而求所的自强不息 对吧 练就自强不息 练就什么什么之自强不息 或者说练就自强不息的什么 练就自强不息的品格 可不可以啊 体魄强健方能练就自强不息的品品格 是不是完全也是可以的呀 然后举了姚敏的例子啊 然后举到古爱玲啊 这些例子 OK 体魄强健方能凝聚 凝聚众志成成 对吧 方能凝聚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众志成成啊 然后提到了这个疫情 免疫力 体魄强健方能促进坚守自律 强之克制弱之奋进的坚守自律 对不对 促进坚守自律 强你就克制弱你就奋进坚守自律 所以就转化到强弱上面来 这是一篇思路非常清晰的这个文章啊 所以他在写这个意义角度的时候啊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啊 这个可以可以强健体魄 可以激发进取之心磨练坚强意志 锻造创造之魂 可以打造体育强国等等 都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去参考他这个思路啊 可以练就自强不息的品格 可以练就无将上下而求所的自强不息 那你说中间这个引用我一下有点想不到 我可不可以不写也是可以的 我说清楚没有宝贝们 我说清楚没有 好那接下来的话啊 给大家一小会的时间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我们分论点发散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意义这个角度怎么去写 对吧 从结果从原因 从价值 从影响这个角度 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词呢 补充给大家分论点 拿到你的这个中心论点之后 你说这个核心概念可以什么什么 方能怎么怎么样 可以练就什么什么自强不息 可以练就自强不息 知什么什么 可以凝聚众志成成 对吧 可以促进坚守自律 可以成就宽广的胸襟 可以拥有广袤的视野 对吧 崇高的志向 战胜生活的挫折 实现人生理想 提升自我素质 克服困难的勇气 可以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可以激发开拓创新的激情 对吧 可以拥有辉煌灿烂的成就 可以激发进取之心 磨练坚强 知智断造创造 知魂 我说清楚了没有 所以给我积累三个 带走 今天出门之前 每个人都给我拿走三个 带走 好不好 你说你再写不出来 不可能 不可能 宝贝 你写出来这个分论点 已经非常的好了 然后你就想一想 你在对应方向上 有没有一些素材 然后有的话 你就选这个表达 所以背下来 可以套用 不会写 就要先模仿 好不好 来听懂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 所以意义这个角度 我们侧重在说 从它的结果 原因 作用 价值 影响 这些维度去写 我们可以写到的这些词 你就可以随便选三个 然后组合起来去写 好不好 组合起来去写啊 非常的好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写呢 宝贝们 我们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写呢 你们告诉我 我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写 我们刚才讲到了内涵的阐释 我们刚才讲到了内涵的阐释 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意义的揭示 内涵阐释 意义揭示 还可以去写什么呢 想一下呢 嗯 来 我等着大家的答案啊 其实刚才有些宝贝就已经想到了 我们说 是什么 what 我们讲了 why 我们讲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讲什么 how 怎么去实现它 对不对 怎么去实现它 非常好啊 所以跟斐烟一起来解锁更多的发展角度啊 怎么做 特别好 做法 怎么做 特别好啊 我就不在一给大家上强了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过程分析法啊 过程分析法啊 分众点的发展 过程分析法 过程分析法 其实就侧重在怎么去实现它 这个过程是什么 对吧 怎么去做啊 好 分众点的发展方法三 过程分析法 那过程分析法的话啊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how这个维度 你可以从怎么做 也就是实现它的途径 实现它的路径 实现它的方法 实现它的方式啊 都可以去把它写出来 途径方法方式 对吧 怎么办呢 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什么什么 需要我们怎么怎么样 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 必须怎么怎么样啊 或者说啊 在于什么什么 需要什么什么 在于什么什么 我说清楚没有宝贝吗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个小片段啊 比如说我们说英雄 学习英雄 致敬英雄 成为英雄 你说应该怎么学习英雄 你先不用看啊 你先不用看我给你一些展示 你说学习英雄 应该怎么学习英雄 学习英雄要什么 啊 要有坚定的信念 可不可以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以英雄为榜样 可不可以 可以 要付诸实践 可不可以 你不能停留在口上 你要付诸实践 付诸行动 要相信榜样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对不对 啊 学习英雄 要学习他们的这个 对吧 行为 落实到行为上 都是可以的啊 你这拥有坚定 要要这个 学习英雄啊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付诸实践 要相信榜样的力量 对吧 你也可以去写啊 要这个 英雄的情怀 要以英雄的情怀 来强化历史责任 要以英雄之风范 来养浩然正气 对吧 要学习英雄的情怀 要学习英雄的风范 要学习英雄的信念 来坚定奋斗意志 对不对 来坚定奋斗意志 其实就是坚定信念的 另外一种表达 OK不OK OK不OK 宝贝们 所以我们说 致敬英雄成为英雄 你可以说去写 学习英雄 哎 做最美的时代青年 对吧 做最美的时代青年 要怎么样 做最美的时代青年 说最美的时代青年 需要我们树立远大的目标 可不可以 还可以怎么样呢 来 你们在评论区里边 把你的答案写出来 我给大家一小会儿的时间啊 然后呢 我们等一会儿来给大家上抢 可不可以 你不用参考我写的这些啊 你可以自己去写 哎呦坚忍不拔之志非常好 要端正思想态度 我 很多宝贝写得非常好啊 来 敢于尝试的勇气 哎 咱们就说啊 尹辉宝贝说 时代青年要有敢于冲冲的血性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智伟说 时代青年要有坚韧不拔之志 可不可以 可以 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 对不对 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 或者说啊 要有这个 未卑未敢忘忧国的济世情怀 可不可以啊 完全是可以的啊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敢于尝试的勇气 要为理想不断去拼搏和奋斗 要敢于创新 对不对 要敢于创新 也是可以的啊 脚踏实地的奋斗 对吧 要敢于创新去打破常规 要追求真理的执着 也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自己看看上墙的这些 是不是写的都非常好 想积累的宝贝 也可以选那么一到两个去积累下来啊 做时代最美的 对吧 做最美的时代青年 你说时代青年要有 舍我其谁的自信 对不对 哎 要有敢 勇于攀登的精神 非常好啊 勇于攀登的精神也非常好 诗移写的啊 非常好 来我们再往下看 哎 时代青年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可不可以 要有脚踏实地的行动 是不是啊 自信毅力行动 然后呢 你说要有 舍我其谁的自信 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要有脚踏实地的行动 完全是可以的啊 非常好 OK不OK 你们自己觉得妙不妙 这就是我们班宝贝自己写出来 你说树立远大的目标 要有崇高的理想 对吧 要崇高的理想 都是可以的 要有眺望的姿态 对吧 我要时刻关注当下 那时代青年 要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对吧 要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也是可以的 非常好 你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啊 非常好啊 这佛老师也在表扬大家 你们写的特别好啊 思路打开了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写一个不太一样的 我说诗意的生活 诗意的生活 我可以怎么样 人要有 人要诗意的生活 诗意的生活 就应该怎么样 就应让音乐来讨写 讨写 讨写性 让书籍来丰富智慧 或者说啊 让自然来抚慰心灵 让书籍来滋养心灵 可不可以 来滋养灵魂 滋养心灵 都是可以的啊 对吧 诗意的生活 让音乐 让书籍 让自然 都是可以的啊 对 所以你一旦发现 你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话 你不会说没有话说 你不会说我分论点写不出来啊 给梦想一次开发的机会 怎么样去实现梦想 用信心 播种梦想 用汗水浇灌梦想 用智慧耕耘梦想 用创造收获梦想 对吧 信心播种梦想 汗水浇灌梦想 智慧耕耘梦想 创造来收获梦想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会发现你能够写的内容 已经非常多了啊 对不对 来 以理想信念为话题 从怎么做 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 给大家一小会儿的时间 你们来 开始答题吧 参与一下我们的写一写啊 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 我来给大家上墙 好不好 理想信念为话题 从怎么做的角度去写啊 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呢 有些宝贝就会发现我刚才 我刚才写的一些点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用上来啊 非常好啊 哎 这个雨竹 宝贝写的是 持之以恒的毅力 坚忍不拔之意志 再见明天宝贝写的也非常好啊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非常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子昂宝贝 咱们就是说好好学一天天向上 是不是有点略为普通了 你能不能写一个另外的呢 打在公屏上啊 行不行 把你写另外的一个啊 影响信念 咱们就这个 有宝贝写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怎么说呢 它是对的 但是呢 它有一点太过政治化了啊 就放在语文作文中间 你有更好的一些选择啊 不忘初心 对吧 坚持不懈 非常好 壮壮的家长写了 不忘初心特别好啊 坚持不懈 脚踏实地 持之以恒的毅力啊 然后 实现理想学 要坚忍不拔的意志 识破天宁的毅力 可以 切而不舍的实干精神 要明确的人生目标 脚踏实地的行动 要敢于攀登的精神 非常好 你直接把三个分论点都已经写出来了啊 你们写的太好了啊 这个 脚踏实地做事 需要我们有追求梦想的坚持 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宋希写的也非常好啊 嗯 要舍弃自由散漫之举 舍弃自由散漫的觉悟 写的也非常好啊 ok 哎 你可以写一个 你可以写三个 都是可以的啊 写一个写三个都是可以的啊 好 来我结束了啊 我给宝贝们来上场抢 我觉得很多宝贝真写的非常的好啊 这个需要 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 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啊 这个 脚踏实地 需要脚踏实地 需要坚持理想 需要坚持不懈 也是可以的啊 哎 以理想信念为翻 以时间探索为讲 哎 你还写了一个对我的句式 也非常好 时间探索 敢于尝试的勇气 可以 坚持理想信念 有以梦为马不复朝华的精神 对吧 要有持之以恒的 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啊 非常好啊 写了三个 写建立目标 付出行动 不断充实和补充自己 也是可以的啊 还有宝贝呢 写到了这个 需要 需要自律 需要坚持不懈 需要敢为人先 艰苦奋斗 敢为人先 艰苦奋斗 你还给我补了一句脑袋空空 那有意思啊 刚才呢 有很多宝贝写的这个干位 对吧 你毅力啊 然后敢为人先 艰苦奋斗 都是可以的啊 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 对吧 一把无前的勇气 坚持不心的努力 非常好啊 毅力 勇气 努力 都是特别好的啊 然后这个 时间关系啊 我就不再都上墙了啊 需要有不屈的信念 坚持不拔的毅力 脚踏实力的心态啊 太多太多了啊 这个咱们时间关系啊 就不再给大家一一上墙了啊 好 关于理想信念这个点 你看 你思路打开之后 你一下就能够有写的内容 就很多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 这个题的话它比较特殊 大家好好听我讲啊 就是它和我们刚才讲的理想信念 责任担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典型的时评文 时评文的话就是比较结合当下的一些 呃 时代上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一些事件 去让你写文章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时评文在最终高考考的概率大还是不大 考的概率大还是不大 思考一个问题啊 嗯 有听说大 有听说嘎嘎大 好 呃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啊 他他会考 但是他会怎么 他不会说那么具体的去考 但是呢 你不要觉得说高考考的这个概率 没有那么的大 我就不去学了 因为我们前几年也考了共享单车 我们前几年考了共享单车 但是除了共享单车 这个热点之外 他还给了你其余的一些热点 你要想到一个点啊 就是比如说共享单车普及的那个时候 比如那个提前2017年的 共享单车普及的时候 有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共享单车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去写 所以呢 他会给你一些别的补充啊 所以他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真正的在高考中间出现 或者说在大型正规的考试中间出现的 确实稍微少了一点 但这种题在什么什么场合下喜欢考 这种题在什么情况下喜欢考 你们思考一个问题 这种题在你们校考 在你们这种小型的考试的模拟考中间 考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你们在以后的这种生活中间 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点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准备双月刊 我要给大家准备这个 我要给大家准备这些热点的素材 双月刊 我想让你知道这个热点 比如说互联网苦学 互联网苦学 你如果考到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苦学 你怎么去写啊 你不就脑袋空空吗 对吧 但你看了双月刊之后 你才发现原来这个当下有那么多的一些社会现象 有些社会热点 对吧 反正都帮我筛选好了 我可以去关注起来 我可以去看一看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宝贝们 你们一定要用好我们的资料 可以拿到学校作为一个调剂去看 它也挺有意思的 对不对 它又不是说很枯燥 你读不下去啊 所以时评文的话 在你们校考 在你们的一些月考 小考的中间考的非常多 但是呢 在这种大型正规型的考试 连考中间啊 考的确实稍微少一点 所以这个题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有效补充啊 它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 比较 比较传统 或者说比较大型考试会出现的 追求理想啊 责任担当啊 对吧 这个这些题目啊 它相对就是出现的概率会那么低 那么一丢丢 但在你模拟考里面遇到 所以呢这个题好好听我讲啊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生命时报呢 发起了一项调查 说超过60%的老人每个月都会遇到二维码的困扰 至少有10%的老人完全使用二维码 某地一个大爷乘坐地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下 要求他出示健康码 老人不停的反问什么健康码 没有人给我 双方发生了长时间的争执 直到最后老人依旧不明白什么是健康码 哎 某地七车站一老人乘坐公交的时候 无法扫描健康码 司机就不同意他乘坐 前后僵持了20多分钟 司机不发车 乘客开始辱骂老人让他下车 最终老人无奈下车 来我们分析一下 这就是典型的时评文 它是反映了当下的一种现象 那你告诉我这个现象是什么 这个现象是什么 嗯 这个现象是什么 他给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就是老人没有健康码 或者说老人遇到这种二维码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出行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不对 对老人不会使用健康码 对他有一个具体的事件产生了 但这个具体的事件你可以推广开来 你可以去想到 他其实反映的是当下的老人 他难以适应什么 难以适应我们当下智能化的时代 或者说难以适应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时代 对不对 对没有办法使用数字的设备 对吧这个对现代科技非常好 你们概括非常好 所以他是有一个具体的事件 具体的事件展开 但是你可以想到 他是代表了一类的现象啊 所以老年人难以适应智能化的时代 这是一大类社会现象 对不对 比如说你没有这个支付码 你的购物是不太方便的 对吧 可能有一些地方他都没有现金了 他就不设置这些现金交易的窗口了 让你自己去扫码支付 没有支付码你 你这个购物不方便 你没有网上挂号 你的看并不方便 对吧 你没有智能机 你的通讯不太方便 所以基于这个点的话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表现 对吧 你也可以联想到他什么 弱势群体 他其实是有一点被当下这个时代抛弃的这种例子 当然这个抛弃咱们要加上一个引号啊 残疾人无法乘坐公交车 城市的这种盲道被肆意的侵占 对不对 所以啊 他是代表了一类 从一个现象到一类的问题啊 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到一类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现象 所以让你围绕这个现象来写一篇文章 叫跨越数字鸿沟彰显文明温度 对吧 我们怎么样去跨越这个数字鸿沟 对吧 我们我们一个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这个 这个代表是由这个社会的这种弱势群体 或者少数少数的这个群体所决定的 你说我们没有办法关注到他们 是不是啊 代表我们社会啊 可以更有文明的温度 那基于这个点说跨越数字鸿沟 可以怎么做呢 哎 可以适老化 对吧 可以对我们用非常好 进行适老化的改造 可不可以 你这词语非常专业啊 就是视频文中间 或者说双月看 我们给你整理的这些东西中间 会出现的一些表达 试老化的改造 比如说啊 对老年人多一点耐心 非常好 对老年人多一点耐心 哎 或者说我们保留一些人工窗口 我们不会说所有的这种 呃 关关关关系到民生的 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这些 这些地方 我们都会给他留下一些人工窗口 而不是所有的都是智能的窗口 对吧 进行适老化的改造 或者说我们很多这个软件的操作 我们老年机 老人机 都是适老化改造的一个特点啊 对吧 他的案件变大了 老年人视力不清晰啊 所以你可以举这样的例子 你也可以说啊 给给老年人多一点耐心 对吧 或者说整个社会 应该对老年人多一点耐心 而不是说辱骂这个老人 让他下车 那有没有人能够 帮这个老人去操作一下呢 所以你可以从社会这个维度去写 对不对 非常好啊 好 那这个题的话 反而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你们可以怎么去写 为什么我要把标红的字标 标红出来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读完之后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要把标红的地方 给大家标红了 需要加强家庭帆补 为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注入勇气 对吧 你要去鼓励他跨越这个数字鸿沟 或者说你要多一点耐心去教他操作 需要科技助力 为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提供便利 科技助力 对吧 需要世老化的一些改造 需要加强社会共管 为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做好保障 是不是 好 那你们能不能够回答我 为什么家庭帆补科技助力社会共管 我要给你圈出来 我要给你圈出来 为什么 你们看到这儿有没有想到激发进取之心 磨练坚强之志 断造创造之魂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万能的呀 宝贝 你说你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很多的一些问题的解决 是不是你说我要家庭加强家庭的反骨 我要从家庭个人角度入手 我还要从科技角度入手 我还要从社会角度入手啊 是不是 哎也有同学提到它是个有小到大非常好 你又发现了它里边思路的一个递进 对吧 逻辑关系的一个递进 但是呢 你想想很多问题的解决 是不是都是如此 是不是都是如此 我们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盲人对吧 他们的这个 呃 导盲犬没有办法上车 然后因为导盲犬 所以他乘坐不了公共交通 你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 是不是宝贝曼 所以啊 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且万能的思考角度 如果说 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入手 比如个人或者家庭 科技方面社会共管 什么样的问题科技不能解决 我不信了 所以你看看科技 是不是科技助力 完完全全可以解决 我们这很多很多类型的问题啊 社会共管也是如此 对吧 社会上我们要营造一种氛围 我们要这个更加的耐心 我们这个社会的 我们应该是一个有文明温度的 有温度的社会 对吧 对老年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OK不OK 讲清楚没有宝贝曼 来这个点肥安讲清楚没有 讲清楚的宝贝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讲清楚的宝贝给我回复一个666 好 非常好啊 非常好 所以宝子们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梳理成我们固定的一个表达 对吧 过程分析我可以怎么去分析 补充常见的词给我积累下来 需要坚定的信心 需要赤诚的热爱 需要恒定的毅力 需要智慧 需要勇气 需要胆识 需要耐心 奋斗姿态 需要坚守原则 需要有担当意识 需要建立远大的目标 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 建立远大的目标 脚踏实地的行动 这不也是万能的吗 对吧 需要沉浸稳重 直爽刚正 奋勇向前 不改初心 自强不息 自立自强 自欠自信等等等等 都是你可以去写的角度 我说清楚没有 来 我说清楚没有 所以还是那句话 给我带三个走 今天出门之前 给我带三个走 好吗 OK不OK 咱们的 咱们算到现在 起码有六个 或者九个了啊 所以出门之前 这些东西 给我积累下来 你说你考虑 你想不到 不可能 你就闭着眼 你也能马上就能写出来 你能写的方向啊 好吗 好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来梳理 并且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内容 然后呢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道题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讲到了内涵阐试法 内涵阐试法 就是从是什么这个角度去写 定兵语挖掘概念特点 对吧 你去挖掘它的特点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 精神 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姿态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的 是一种境界 都是可以的 然后给它加上相应的定语 分情境思考 来阐释它的特点啊 对 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下的 什么情境之下的这个冰语 或者说来阐释它的特点 最后的话啊 引用诗歌 或者说用四字的词语 或者说一些成语 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有文采 但是前两步 你可以做到 第三步的话 你可以经过一些努力去做到 好不好 经过一些努力去做到啊 来 我们说第二个 意义揭示法 补充常见的词 就是从结果 从原因 从意义价值 这些角度去写 练就 什么什么的自强不息 对吧 或者说凝聚众志成城 促进坚守自律 辉煌灿亮的成就 激发精力之心 磨炼健康之志 锻造创造之魂 我就不说了啊 这太熟了 战胜生活的挫折 实现人生理想 提升自我素质 归根结底 就是从他会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意义价值 这些角度去写的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 过程分析 从途径方法 方式这些角度去写 坚定的信心 赤诚的热爱 恒定的毅力 奋斗姿态 建立远大的目标 等等这些维度 那你说 我掌握了内涵阐释 掌握了意义揭示 掌握了过程分析 我是不是可以综合训练 综合运用了呢 完全可以 回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点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点 对吧 你先去给他定兵语 你说他是抗争 或者说是争论争辩 对吧 你说他是对不公命运的 不屈抗争 完全是可以的 这是从我们的what 这个维度入手去写的 那我可不可以从 意义这个角度去写 人生必须争 你说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价值是什么 来宝贝们 你们来写我给大家上墙 对吧 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价值影响这些角度 他是什么 真能够助我们摆脱困境 真能够助我们实现理想 真能够 你看有同学把那三都打出来了 对不对 真能够干嘛 激发进取之心 我就不说了啊 我就不说了 你看很多同学都给我打三 你们除了三之外 你们也可以想想有别的这些角度没有啊 爱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可以创造更大的机会 都是可以的啊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去写啊 这个摆脱困境需要争 或者争可以助我们摆脱困境 真可以助我们实现理想 真可以助我们弘扬正义 对吧 真可以助我们这个追求真理 也是可以的 磨练意志突破非常好 突破自我 对吧 突破自我也是可以的啊 这是从意义这个角度去写 那你说我要从耗 也就是过程分析 我怎么去实现它 路径和过程是什么 从耗这个维度去写的话 你可以写什么 真要有什么 真要有必胜的信心 对吧 我要有信心 我能够实现它 要有恒心去付出努力 付出实践 对吧 非常非常多可以写的啊 需要有明确的目标 对吧 你争的是什么 对吧 需要明确的目标 非常好 真要有必胜的信心 要坚持不懈的恒心 要善于把握机与爱 要不懈探索 对吧 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 要有明确的目标 要有实事求失的态度 都是可以的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点 都是可以的啊 对吧 真要有什么呢 要不改初心 或者说要不忘初心 可不可以 不改初心 不忘初心 你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 都是可以的啊 脚踏实地的行动 建立远大的目标 都是可以 随便选两个 都能够写出来 好不好 都能够写出来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练一道题啊 奋斗 围绕着这个奋斗追梦 哎 你们去写啊 按照说what how why 其中之一来发散自己的分论点 你写什么都可以 对吧 奋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我说奋斗是底色 是什么样的底色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对不对 我从what这个维度入手去写 新时代青年 当把奋斗融入时代主题 当把什么什么怎么样 这是从how这个维度写的呀 你要怎么奋斗 你要把奋斗融入时代的主题 可以从这些维度去写 你也可以写啊 奋斗是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奋斗的青春是幸福的 对吧 青春为什么要奋斗 因为奋斗的青春是幸福的 why 对吧 why这个维度 敢于奋斗让青春梦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对吧 我们要敢于去奋斗 让青春梦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这是从什么 这是从how这个维度去写的 对不对 奋斗的苦终会化为生活的田 奋斗的苦终会化为生活的田 对吧 这是从什么角度写的 宝贝们 这是不是从y这个角度啊 奋斗的苦可以转化为生活的田 奋斗可以让我们收获生活的甘甜 滋味 对吧 可以让我们收获 生活的甘甜滋味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宝贝们 对 非常好啊 奋斗助力自我梦想的实现 是不是也是从意义角度啊 它能够助力自我梦想 能够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梦想 奋斗就是在做好每一件小事 完成每一项任务 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 这其实是从怎么去实现它 对吧 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完成每一项任务 履行每一项职责 追梦路上用奋斗点燃家国梦想 对吧 追梦路上用奋斗点燃家国梦想 怎么去奋斗 要用奋斗来点燃家国梦想 好 非常好啊 对 怎么来奋斗 用奋斗来点燃家国梦想 好那宝贝们 思考一个问题啊 一篇文章的话 它大概需要三个分论点 以上内容怎么组合成一篇文章的分论点 以上 以上这些内容怎么来组合呢 思考一下 我说一二三放在一起组合 可不可以 一二三放在一起组合 可不可以 宝贝们 可不可以 对吧 我先写这个奋斗是什么 我再写啊 这个啊 怎么去实现它 我再写什么呢 我再写啊 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很显然一二三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对吧 它逻辑思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混乱 那等一会我们来说一下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说 分论点应该怎么去组合 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逻辑关系 对吧 他们的逻辑关系应该怎么去建立啊 分论点之间应该是逻辑清晰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解决了 写出准确的分论点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写 多个维度去发散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发散出来这些点 我应该怎么去组合呢 我让它怎么样才具备清晰的逻辑呢 这是我后面要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啊 所以那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二四八可以组合吗 二四八可以组合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来宝贝们 如果你觉得二四八写在一起的话 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有同学说可以 有同学说不可以 有同学打了叉 有同学打了钩 有同学说我看到又下脚了 那你不要看我 你说二四八能够组合在一起吗 二四八可以组合在一起吗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二四八啊 首先二写的是新时代青年要把奋斗融入时代主题 融入时代主题 第四个写的是让青春梦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要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八写的是用奋斗来点亮家国梦想 你觉不觉得他们之间稍微有一点点什么 他们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 哎有同学提到说 这是都是号 确实都是号 非常好 你找的非常准确 他都是从号这个维度入手去写的 但是呢他有没有重复啊 他有没有重复 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是不是家国梦想 对吧 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我可不可以转化成另外一种表达 说他有家国梦想 我可不可以转化成另外一种表达 说他有家国梦想 是不是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四和八重复度太高了啊 对重复度太高了 你说一二和四重不重复 你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重复 对吧我要结合这个时代 我要融入时代的主题 我要支带时代的潮流 是可以的 但是四你说与中国梦同贫共振 不就是要有家国情怀 要有家国梦想吗 要要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吗 所以当二四八组合在一起 确切的说是四和八组合在一起的话 他们都是从一个维度出发的 这叫什么式的结构 这叫并列式的结构 对不对 或者叫平行式的结构啊 并列式平行式的结构 分论点都可以运用 对吧 你都可以运用内涵阐式 意义结实过程分析中间的一种 来选三个 我可以写三个内涵阐式 三个意义结实 三个过程分析 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们分论点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告诉我 分论点之间是并列平行的关系 哎你们数学中间可学过啊 在一个空间之内 平行的两条线会相交吗 平行的两条线会相交吗 我的宝贝 哈 平行的两条线会相交吗 平行的两条线不能相交啊 所以你就要知道 他们分论点之间是一个什么 他们分论点之间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你不能让他们互相交织交叉在一起 交叉在一起 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逻辑混乱呀 对不对 是不是逻辑混乱啊 所以我们说啊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熊 对吧 给你一个这样的小熊猫 然后给你一个这样的小熊 还给你这样的一个小兔子 对不对 我的分论点一分论点二分论点三 他们之间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分论点之间不能存在交叉和重复 那你再一次回过头来去看争 你说争要有坚持不懈的恒心 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 我能把它同时作为我的分论点吗 不可以 因为它已经重复了 对不对 对吧 它就已经出现了重复 或者说交叉的这种关系啊 那你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字看 同频共振 中国梦同频共振和家国梦想 是不是重复交织的关系 这种重复交织就使得你的分论点是重复的 你分明是写了三个分论点 但是看起来是两个分论点 你剩下两个分论点写的就是无效的 对不对 你的逻辑是不是就混乱了呀 我说清楚没有宝贝们 来说清楚的宝贝给我抠一个111啊 所以你已经能发散出来很多分论点了 那我怎么样把分论点给组合在一起 让它更加的有逻辑呢 这是一种组合的方式 我可以写三个是什么 可以写三个为什么 可以写三个怎么办啊 运用其中的一个方法 比如内涵阐释 意义结实 过程分析 内涵阐释 我觉得今天大家写的非常道理 意义结实和过程分析 很多宝贝也参与了进来 也写的非常的好 我说我掌握了 我就写这三个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你在看这三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思考它们重不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 你就要换一个 好吧 你就要换一个 好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纵向式的结构 也就是递进式的结构 对吧 我提出来中心观点之后 我最后总结中心观点之前 我中间的三个分论点之间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由分论点一到分论点二到分论点三 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所以分论点是足成深入 符合逻辑顺序的 对吧 它是一层一层深入的 这样才符合逻辑顺序 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提到这个说尊重这个话题 对吧 尊重这样的一个话题 它是怎么来写的呢 它写的是什么 它说 我们应该努力回应他人的呼声 这是不是在写做法呀 做法怎么去实现它 用你希望被善待的方式去善待他人 怎么去实现它 结果呢 后写完了之后 最后去写是什么 这是不是逻辑混乱了 你都已经到做法这个维度了 很显然你是知道它是什么的 你也是认可它的 对不对 你也是认可它的 所以你要换一下啊 你可以把分论点三换到前面去 它的逻辑就稍微清楚了一点 当然这个分论点本身也存在问题啊 就是它和尊重是不相关的啊 OK不OK 逻辑混乱的问题 理解了没有 来理解了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你可以从what 到 what 到 好 这是思路很清晰正确的一个选择 你不能说在组合的过程中间 我想写一个是什么 我想写一个为什么 我想写个怎么办 我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 顺序不要搞错了 好吧 顺序不要搞错了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随条链试上给了个小练习啊 说按照递进的这种方式 以创新谋发展来写 以创新谋发展 我可以去写创新是什么 比如创新是一种 对吧 更新对吧 创新是一种方式 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变革事物 并使其更新与发展的方式 我就是更新对吧 更新发展它的方式 所以这是从什么 这是从是什么角度去写的 然后我又写了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创新呢 因为它能够在激烈竞争中 让我稳利不败 让我在竞争中存活下来 对吧 我可以去写怎么实现创新 要突破常规的思维定势啊 所以分了点一到分了点二到分了点三 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啊 从what到what到how ok不ok ok不ok 好ok的宝贝的话啊 来我拖一小会儿的汤 我们一起展示一下这篇文章 我就不带着大家去写了啊 这里边他提到了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被无数人追问过的问题 雷锋用他短暂的人生诠释了这个问题 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一样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 所以一滴水滋润了一方土地 他其实更多的就是让你写什么 让你写这种奉献 让你写这种责任担当 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 所以他帮你写这个东西 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重要的意义 那奉献责任担当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去写啊 明晰价值要义 展望复兴未来 持奉献之力将个人与国家相连 实现青年的自我价值 所以呢 我怎么样实现自我价值 我要奉献 我要把个人和国家相连 对不对 我从做法入手去写啊 我要奉献 我要把个人与国家相连 来实现青年的自我价值啊 然后引用了一些杜甫的诗句啊 然后呢 写到了这个雷锋的名言 等等等等 然后呢 第二个分论点 他写到了什么呢 他写到了要坚持 对吧 要赶下基层 然后不畏艰辛 来实现自身价值 第三个的话 要写到了奋斗 奉献坚持和奋斗 这是不是就是做法呀 奉献坚持和奋斗啊 敢于拼搏 不懈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 所以他都是从 好这个维度入手去写的 OK不OK OK不OK 宝贝们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 坚持一下 这道题的话 我并不要求大家把它写出来 但是呢 你们一定要判断一下 他是用什么样的结构写的 强激 强激这个点大家知道吗 强激 我有两个学生啊 都是走强激计划考的 一个是考的中山大学 一个考的是清华啊 中山和清华走的强激计划 考的这个学校啊 他选择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等 基础学科也许意味着 出成果慢 受关注低 受关注低 度低 没前途 而强化基础学科 有助于解决我国面临的 技术难题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中强文化自信 因此呢 教育部2020年起 实施了强激计划 来重视高校基础学科的 招生和建设 其实不只教育和科学研究 其他领域乃至个人 也要考虑强化基础的问题 请你以说强激为题 来写一篇议论文 说强激为题 来写一篇议论文 所以就是国家 推出来的一个计划 最主要的话 就是让你 让我们整个高校 来重视基础学科的 招生和建设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出发点 那说强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它是从什么角度写的 说强激 第一个分论点 宝贝们 你们思考一下 这篇范文的结构是怎样的 强激意味着强化基础 其作用 首先在于后继而勃发 这是什么 作用 首先在于后继而勃发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Y这个维度啊 非常好 Y这个维度的啊 后继而勃发 对吧 作用首先在于后继而勃发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分论点是什么呢 强激的作用还在于增强文化自信 它的作用还在于增强文化自信 这也是从什么 这也是从Y这个角度的 那你告诉我 两个Y之间是什么关系 两个Y之间 Y1和Y2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并列 是不我们刚才说的并列的关系 非常好 并列的关系 那接下来你告诉我第三个分论点 它变了没有 第三个分论点 叫不仅是教育 对于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不仅是教育 对于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哎 并列平行非常好 哎 不仅仅是教育 别的领域 我一下把范围扩展开了 我从教育谈到了别的领域 这是不是跟前面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1加2是一个维度 到3的话 它就是另外一个维度 1 2和3之间是一个什么的关系 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对吧 它是不是递进了一层 它不仅仅写到教育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综合运用啊 宝贝们 综合运用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行文结构 在哪 在春领行的第五讲 我再来给你讲透 所有这种结构的综合运用啊 所以今天咱们解决的是分论点的发散 以及他们的组合 那下一次的话 我们会讲到多种结构 怎么灵活的运用 对吧 我们给它玩出来花样啊 让我们的这个月转老师啊 这个嗯 整个对吧 眼前一亮啊 所以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我们下一次会给大家讲到 OK不OK 来OK的宝贝 给我回复一个666啊 所以我们梳理一下 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啊 第一个我们讲到内涵阐试 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意义分析 第三个我们讲到的过程分析啊 分论点发散了三个大招 在三个大招基础之上 我给大家进行了结构的点 我告诉了大家 结构应该怎么去 分论点应该怎么去组合 可以并列可以递进 以及并列和递进的坑点 对吧 我写出来了三句五句 我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 内涵阐试三步 意义皆是对吧 我们的常见意义词也给到了大家 还有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过程分析 常见 常见的啊 你们带几句走 你们告诉我 你们今天带几句 对吧 起码把一些常见的表达给我带走啊 起码有六句了吧 对不对 起码有六句了啊 好 那我们下一次课程的话 即将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七中复习 所以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彩蛋 七中复习听课能赢 好吧 七中复习听课能赢 你发送这个彩蛋暗号给到你的辅导老师 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资料了啊 七中复习听课能赢 非常好啊 对 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课程的话 会讲到七中复习 七中考试真怕怕 语文应该复习啥 想做题目练习一下 下周非然上你不再发啥 哎 下周五还有两节赠课 这个赠课是我来给大家上的 语言基础与运用 语言基础与运用 不是很多宝贝说啊 非然我这个不会做对吧 我们班课中间没有讲 所以正课中间语言基础运用的时候 一定要来听 好吧 一定要来听啊 哎 有一些宝贝提到了 七中考试都是古文的一些内容 那是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考试 比较个性化啊 对 很多可能出现了这个课内的 或者出现了一些很基础的字音字形 你要稳住不慌 你要稳住不慌 好不好 下一次的话 我要给大家讲到啊 更多模块的一些内容 OK 不OK 宝贝们 好 那我们下次课不见不散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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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